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来到了尔湾的Woodbury小区 非常非常的漂亮 一下车马楼对面 就是一个小公园 我们今天看这一套是一个condo 好久没看condo了 就是连排的这种和隔壁是挨着的 看一下一进来右手是隔壁 边上也是这个都是邻居 我们先看这一套在这里面 门口挺漂亮的 就和隔壁邻居就隔了一面墙 院子右手是一个玻璃门 通的是厨房 一会我们进去看一眼 进来这个门呢 绿色的小门 一进来 我刚刚开灯之前里面非常的暗 因为没有窗户 但是呢 它这个地板都改成了石木地板 我不知道它是新装修的 还是本来就有的 但是一进来这个小客厅 非常的温馨 然后它右边自带了很多柜子 这个我非常喜欢 而且这里它有一个自带的小办公桌 不占地方 挺好的 一进门口正对着大门是一个小的衣帽间 衣柜 我当时进门以为它这个是一个镂空的墙 然后一看是个镜子看到自己吓了一跳 进门右手就是我们的厨房了 大家会发现它这个铺了地砖 家电看起来比较旧 但是能用 大家如果想的话 可以把它升级成这种不锈钢的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玻璃门 那怎么把它打开 不会开 这个是门口的这个小院子 厨房再往前 就是我们的餐厅 天花板非常高 上面还有这个小窗户 挺好的 很温馨像我刚才说的 让我们厨房看完 一楼就这么多 好的 一楼就这样了 这边是一楼的这个小卫生间 然后边上的就是我们的车库 那我们上楼吧 它这个楼梯 这里还有一个小柜子 非常有意思 我很喜欢这种 在奇奇怪怪的地方有柜子的房子 上到了二楼 大家会发现 可以看到这个洗衣间 楼梯顶处的右手呢 是我们的主卧 那我们先看左边 这里有一个小台子 你过来看一下这个洗衣房 很普通的一个洗衣房 因为它装了一楼 我不知道这种灯叫什么 所以这个视频上看出来是黄黄的 这是他们二楼次卧共用的卫生间 二楼它也是木地板 不过我们到了这个房间里就变成了地毯了 这是二楼其中一个小房间 它这个好怪 它这里面有一个突出的地方 可以放一个小柜子 不太清楚 窗外是我们后面的这条街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次卧 这个就明显比刚才那个房间亮很多 不过比刚才那个房间小 今天是周二耳湾收垃圾的日子 所以大家会发现街上大家都把垃圾桶拉出来了 那我们二楼这两个次卧看完 最后来看主卧了 主卧这两面大窗户 可以看到自己家的前门 还有前面这个小院子 还有马路对面的公园 这个挺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卫生间吧 卫生间它也是和楼下厨房一样的地砖 感觉脚踩上去会冰凉冰凉的 哦 这是它的衣柜 我刚才都没看它这个衣柜 不如是衣帽间 蛮大的 然后淋浴间还有浴缸 那我们最后来报个价吧 像我们刚才看的三个卧室 两个半卫生间 一共是1719尺 这个是04年建的 现在要价是110万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房源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联系我 还有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点个赞 或者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